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个二修的硬盘硬盘的问题嘛就是这名网友在拆散热马甲的时候大力出奇迹了 拆完以后发现上机就不识别了 他现在就是想恢复一下里面的资料 不过这个硬盘呢他已经在其他地方看过了 颗粒呢已经被拆出来了并没有装回去是直接粘在上面的 随后呢我又留意了一下他的板子缓存呢是被干过的上下都被干过 然后主控也是被干过的 结果怎样呢那肯定是没干好啊 因为这个硬盘的主人是在硬盘刚送到上家那边的时候联系我的 结果一周以后呢上家告诉他搞不了啊 于是呢我就变成了他的接盘侠 以往二修的硬盘一般在我这里并没有什么好结果啊 那么今天这一个怎么样呢 看到这个板子被修成这样 我肯定不会继续用他的板子了 于是呢我赶紧联系了工厂的老板 工厂老板那边呢已经给我把料板送过来了 板子呢是现拆的应该问题不大 因为上家不敢赌料板呢 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赌料板 虽然我底子不厚啊 但是几个料板的钱我还是可以输得起的 在上板之前呢 我们先来测一下他的颗粒ID能不能被赌到 颗粒ID呢是可以正常识别到的 因为这个颗粒呢是8个CE的 我这个架子呢一次性只能测4个CE啊 所以我们还要反过来再给他测一遍 我靠反过来呢只有三个CE了 而且后面这一个识别还不完整的 这四个颗粒中有一片识别 它是不完全的 随后呢我又观察了一下它的焊盘 我发现后面这里有一个点 好像已经没有了 这个点对应的定义是核心的VCCQ供电 虽然不能完全肯定是它的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些焊盘给它推平 再来测试一下 焊盘处理完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哎哟 还是这两组ID的问题啊 依旧是识别不正常的 感觉是这个颗粒挂掉了 因为这个颗粒ID识别不正常啊 也许是有内伤 例如颗粒里面的金线断了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但是也有较低的概率 在焊接的时候遇到高温 金线呢又重新连接上了 不管它最后结果怎样 今天这一个板子 我肯定是要搬的 颗粒干上来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它会不会发生奇迹 很显然 这个奇迹呢并不属于它 因为它的颗粒挂掉了 其实翻车这都是很正常的 好比如说别人在我这边没修好 在其他地方修好了 或者反过来 在其他地方没修好 在我这边轻松秒杀了 也说不定 这种情况在维修行业中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像这种二修的盘费时费力又费料板 相比之下 我还是更喜欢一修的 这是一个海康威势的盘 这名网友说把这个盘转样给了他的同事 硬盘就掉盘了 然后又转回去了 几斤斩转就到了我的手上 我们先给他通过电看一下他具体上电情况 硬盘的电流 看似正常啊 其实是不正常的 因为我听到了他的消叫声 不知道大家听到没有 马甲拆开以后 我又认真听了一下 声音应该是来源于这里的 这边是电源部分啊 虽然后面也有供电 但是后面不好测量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正面的情况是怎样的 这边我用右丞相看了一下 好像确实是这一部分在发烫啊 先大概给他测量一遍 组织看起来蛮正常的 这边呢 这边好像也还行 前面这里看似正常啊 那会不会是他反面短路的呢 我们来量一下反面 这个正常 这个看起来也还好 哎 这一个好像短路了 应该是他短路了 我们调一下这个档位 还真的是他短路了 知道问题吗 那就好办了 直接把它给割了 OK 这边拆完以后 结果还是短路的 本来还想装个逼轻松秒杀的 于是我又重新测量了一下 结果发现后面这一排 也是短路的 这是一个3.3V的供电啊 因为后面这一排电容都是连着的 为了断绝后换 我准备把它这一排全部给他拆了 毕竟挨在一起嘛 也有料板 补起来也容易 给我一点时间 我来处理一下 这边我拆到第四颗电容的时候 他终于不短路了 运气还可以啊 因为前面我还没有拆 现在确实是不短路啊 电流也有跳变 并且消叫声也消失了 现在我们来给他连机测试一下 连机以后呢 硬盘已经轻松识别了 接下来再把这些电容给他重新补回去就好了 再来看一个英特尔的硬盘 这是一名同行发过来的 他自己看了一下 怀疑这一个盘可能是短路啊 于是呢就交给我 让我来给他处理一下 而且还顺带的给我带来了一个料板 看到没有 这才叫专业啊 硬盘我大概看了一眼 好像就只动过了这一个二极管 上面还有一些焊油在啊 其他地方倒是还好啊 具体它是不是短路呢 我们先上个电看一下 上电直接大短路 这应该可以摸出来的 电流这么大 这边短路啊 这个芯片在发烫啊 我们涂点油上去看一下 看到没有 这油一涂上去就直接融化掉了 我们先把这一个芯片给他拆了 OK 拆掉以后硬盘依旧是短路的 还能摸啊 再摸一遍 还是这边发烫啊 但是这边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 就两个滤波电容 难道是滤波电容短路了 我们直接把这个电容给他拆了 看看 哎 滤波电容拆掉以后 直接不短路了 难道要减漏了 好像真的没短了 我们把这一个电源芯片 重新给他补回去看看 这个搞事情的滤波电容干掉以后 电流就直接轻松跑上来了 有的网友可能会有疑问 为什么一开始发烫的是这一个芯片 因为一开始通电的时候 电流是要从它身上通过的 根据电功率公式P等于UI U是电压 I是电流 电压不变的情况下 电流增加了 它的功率也就上升了 功率上涨以后 但是它没有地方可以释放啊 只能在自身以热量的方式去散发 我们来给它连机测试一下 硬盘上涨以后 直接轻松点亮 好久没有在同行的手上这样剪过漏了